为了尽快见到需要帮助的狗狗 这位摄像小哥真是下了血本 他不顾身上干净的衣服 直接就往地上一趴 然而除了一堆垃圾以外 什么都没看见 但他还不肯轻易放弃 这回换上了更专业的设备 随着摄像头的不断深入探索 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双发亮的眼睛 小哥立刻把画面放大 这只很会躲藏的小狗终于暴露了踪迹 就在今天早上 节目组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 打电话过来的人说 他家附近最近出现了一只流浪狗 似乎被烧伤过 需要专业人士的救助 接到电话后 制作组迅速出发赶往现场 为了避免白跑一趟 他们先是向附近居民 打听了一下这只狗的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 很多人都对这只奇怪的狗有印象 在他们的描述中 这只小狗上半身的毛是棕色的 但下半身却光涂涂的 而且皮肤漆黑 很可能遭遇过火灾 跟着热心居民的脚步 制作组来到了一个集装箱附近的草丛 居民说他不久前经过 正好看到小狗趴在这里休息 可惜很不巧的是 他们这次过来的时候 狗子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不过既然刚才他还在这里 那想必现在还没有走远 制作组立刻展开了搜索 最终得到了一位大叔的帮助 大叔给制作组指出的方向 就是最开始的那个集装箱 一行人于是又折返回去 费了是向小哥一身衣服 这才终于在缝隙深处 找到了狗子的踪迹 不过狗子一直不肯出来 里面又实在是太黑了 制作组无法确定狗子的伤情 只好在前面的空地上 丢了一些吃的 试着把它引诱出来 在漫长的等待过后 缝隙里终于探出一个小脑袋 狗狗先是闻了闻吃的 接着尝了一口 在确定四周没有危险后 这才钻出来吃的狼吞虎咽 他一边吃东西 一边四处张望 无意中发现了 躲在一旁的工作人员 立刻就停下了咀嚼的动作 叼着食物躲回了集中箱下面 似乎对人类警惕性很高 这只狗狗的健康情况 看起来不容乐观 制作组带着抓拍到的视频 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兽医 希望能得到更专业的诊断结果 而兽医在仔细看过照片后直言 之后的几天里 制作组仍然在观察着狗狗 摄像头如实记录下了他的一举一动 他们发现 狗狗经常整晚睡不着觉 每次一趴下来 就不停用后爪抓挠身体 不能看出 严重的皮肤病正在折磨着他 令他感觉又痛又痒 很不舒服 而且最近天气越来越冷 正常的狗狗们 每年这个时候 都长出一层更厚的绒毛 来使自己保持温暖 但这条狗全身一半的毛发 都已经因为生病而脱落了 皮肤直接裸露在空气中 随时可能会冻死在这个冬天 出于担心 制作组再次过来查看狗狗的情况 却发现他没有像往常那样 待在集装箱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集寻找 最终他们在垃圾堆旁边 发现了狗狗的身影 他看起来似乎正在觅食 而且比之前更瘦了 今天似乎没有找到 可以裹腹的食物 狗狗有点失望的原地坐了下来 因为没有毛发保护 甚至他不能直接坐在地上 只能可怜兮兮地半蹲着 对于这条狗狗的救助 已经迫在眉睫 兽医为此专门跑了一趟 当他第一次与狗狗正式见面时 狗狗糟糕的情况 让他不由地叹了口气 因为狗子的警惕心太强 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呼唤 就是不肯出来 没办法 制作组只好制定了另一个方案 他们先把附近的道路 用网围了起来 再封锁了狗子的逃跑路线后 又租来了一辆吊车 随着倒数三升的口令落下 集装箱被缓缓吊了起来 四周的活动空间突然变大了 狗子有些不知所措 害怕地跑了出来 这一下可被工作人员逮了个正着 然而狗子挣扎得很厉害 还想要重新钻回箱子底下 一时之间兵荒马乱 最后还是一位小哥 继续用网兜把的罩主 这才没让他真的逃走 救援行动大获成功 大家的脸上都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 之后这只小狗被装进航空箱 带回了宠物医院 兽医为他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 刚被放出笼子 狗子就挣扎着想要逃跑 看起来还是很怕人 不过好在他身上的黑色痕迹 并不是火灾造成的 兽医判断 他应该是掉进了化学废水里 所以毛发都被腐蚀掉了 虽然长时间的流浪 加重了他的皮肤炎症 但比起烧伤这种永久性伤害 他目前的病情 还有治愈的可能 而除此之外的一系列并发症 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星期之后 当制造组重新来到宠物医院 看望狗狗时 他已经戴上了相圈和牵引绳 正在香喷喷地 吃着护士投喂给他的零食 看起来已经非常适应 现在的生活了 现在他背上的毛重新长了出来 也变得越来越温顺亲人 体重更是上涨了不少 真希望他能一直健健康康 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